李欣杰奎为20年再度回归歌手身份 并宣布要举办人生首场歌唱啦 三支他出席记者会 整个人根本吃了防腐剂好美啊 听你的歌从小听到大 这句话你听了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还是你觉得很骄傲 不会啊我觉得很骄傲 因为我我也是从小唱到大 我出道的时候很年轻 那时候我发第一张专辑 大概就是20岁 焦哥还亏说你其实已经忘记了 真的有几首歌是已经记不得了吧 没有啦没有啦 不会啦只是 我必须再回想一下我的不同的歌曲 给大家的这个熟悉感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需要身边人给我很多的鼓励 告诉我真的你相信这个歌你一唱 你的歌名就会尖叫他就会跟着唱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阵子下还在准备演唱会 然后也上了很多的节目通告 然后发现大部分的节目主持人或者是团队 都是我以前的歌名 然后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跟我分享很多 以前他们听我的歌曲的时候发生的故事 然后包括他们也会在现场跟我合唱 所以我现在就是信心有 信心有增加上来了 而被问到家人会不会来台湾看演唱会 李星杰说六岁的双胞胎儿子并不知道他是明星 只觉得跟妈妈出门总是会有人跟着他 虽然没有跟儿子们透露身份 但李星杰还是开心的表示 可是他们会唱我的裙摆摇摇哦 可是他们会唱我的裙摆摇摇哦